大家好,我是阿海 我现在迎安七进,马龙七 今天我们找到一套农村房子 带四母的土地,200块果树 房子刚好在山脚下,环境相当好 后面还有水库,这边空气也比较好 基地市区只有18公里,这是万大广场 基地高速入口有8公里 也是独门独户的,有院子 刚好房间也挺多的,它是两兄弟的 刚好有两套 这个房东要4000块钱一年 它水电把你接通了 但是也有路可以进去的 但是门前,这就是一片竹林啊 哇,好大一只松鼠啊,在那个上面 这个围墙是土地的 可以看看前面这个 院子里面是挺安静的,里面有果树啊 房东说它4000块一年啊 它水电把你接通了 剩下的你自己弄 你要怎么打造,怎么打造都可以 因为它这里是三道门啊 刚好是两兄弟的,两家人 所以一家呢2000块 两家呢就是4000块一年 它是这样 门前你看这一条 这个围墙我觉得再弄低一点就可以看到 演出的风景更漂亮 就因为被这个竹林还有这些树拦起来 没那么散亮啊 哇,进来这个 也是好多年没住人了 它是二层的,上面还有 你看是木头的 这边过去,你看这里就是造坊 这个长度还是蛮长的 它有一个货车的长度 然后机门的右手边呢 这边也是一道铁门 然后下面就是也是个灶被拆掉了 后面还有一个房子,这边是楼梯 楼梯可以上到二楼 造坊下面是这样的 上面那个都可以看到一排一排都是瓦 我们上去二层看看 哎哟 嗯,二层它是这样的 下面好多这种灰啊 这个是柜子 它有放粮食,粮仓啊那里 然后上面瓦屋面就是那样的 这就是后面 后面还有房子啊 后面的房子可以养鸡养成口的 这个房间挺多的 现在下楼 这个房子里面的钱是木头的 石木 老房子 可以这么雷解 这边还有一个楼梯上去的 哇,这个下面好多湿的和一点水 应该长时间没住人 这没有,后面应该是有水进来的 这边还有一个楼梯也可以上去的 这边这道铁呢 可以出去 我们看一下 房灯跟我讲了,他说有一道后门 可以到后面去 太硬了打不开 房子后面还是蛮宽敞的 你看这个平平的,全是很平静的草地啊 往这上去呢 就是那个水库就在这里 啊,这里就是果盐啊 像这个是雷属 它的果子都有好多年了 那边 那一大片都是 这个房东家的 那个也可以使用 他说这个周边呢有好几块地 连起来有四五亩 如果你还要种不完呢 远一点的距离 在山的那边呢,那边也有地 加起来有六亩多 就是两兄弟的 因为他在城里面打工 就没有回来 那个地都是空着的嘛 你看下面有些田都长了杂草 这个房子也是带在里面的 有烟囱 里面可以养鸡 当时的房东说 你养鸡养多少只鸡都可以 就是不能养猪 看看后面的大山啊 刚好在山边 环境非常优美 所以这个房子呢 你看周边的环境也这么好 虽然是土聚房 它建了都有三十年了 但是这个土聚房 保存得相当完好 哇 又看到一只大只松鼠了 就在那里 你看上面的瓦子是很干净 很整洁的 也比较舒服嘛 房东说他这个房子一直空着嘛 长时间没住人 你要租多少年都行 这个呢也属于农村的闲置房转租 所以把闲置的房子给他租出来 租给有需要的人 刚好房东呢也可以收一点租金回来 这是两泉其美的事情 好了 大家节目怎么样 我是阿海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